新聞小聲 請不要來看的時間議員 第二天有公辦電視進行發表會 在五合的報來舉行 海區的兩位立委好三人 民進黨的蔡逸宇 還有國民黨的詹婉珍 兩個人特別對著追上替路個計畫 再來議題 好想站隊來發表到不同的看法 海區的立委好三人進行發表會 第幾中处在五合進行 海區的兩位立委好三人 蔡逸宇還有詹婉珍 都把這件的機會發表各組的政見 她兩位都對著追上替路個計畫 以及大白帶的議題進行高峰 蔡逸宇就表示 這兩件的政見發表 她對八位民上的討論 她講到 未來跟她是三葉蓬佈發展的時代 一定要選到人 想這兩次的證件發表 讓我分別從治水 從教育 從交通跟觀光 到今天我講了 我的衛福的政策 以及我們的青年的就業 以及我們國防 從八個面向 然後來討論 我之後要替嘉義爭取的事情 當然我希望未來 因為我認真處理事情 我們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裡 我們好好的去替方爭取 尤其嘉義未來是一個產業 要蓬勃發展的時代 這個時代我希望 大家要繼續支持對的人 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拜託大家 就支持二號蔡逸宇 今天是第二場的證件發表會 那因為第一場的時候 我已經將我的十大證件 大概都做了說明 那這一場 我會針對說一些民眾比較注意的 在提出重要的說明 而且針對蔡逸宇委員 她所說的 其實嘉義反駁 是因為她根本不清楚 我們最重要的國際法 到底一本筆是多少 因為那本資料 我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她不可以聽人家說 然後就是這樣 身為民意代表 你又是立法委員 其實這個職位是非常的高的 你更應該要清楚的實事求是 再來對百姓做說明 而不是做不到 就隨便的呼嚨百姓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提出了拿出證據 把縣府所做的可行性研究評估 把它拿出來 讓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我也知道 蔡逸宇委員 其實大家網路Google都可以知道 老實說 身為立法委員 你就是要審查法案 議案預算 可是喔 在你的網路上搜尋的新聞 你的臉書上 其實很少去看到說 你到底為我們政府做了什麼事情 你敢有用心去感動 都是一些荒謬的言論 然後呢 對於法案 實際你要提案的 通過的都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那我也相信 這一次 婉珍出來參選 也要拜託大家 給我玩這個機會 我有信心 有把握 我可以比現任的 立法委員做得更好 海區的兩位 立委候選人 在今間發表會上 是向上公衡 向上進出選民的支持 鼓勵選舉的日期 是越來越快 這也讓選舉的氛圍 是越來越烈烈 社群 是我們在城中 無鄉 蔡宏 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 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FW